歡迎收聽星期二到英國新聞報導 今天是3月17號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波仔 在此首先呼籲大家支持我們的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訂閱我們的YouTube Patreon頻道 月輝贊助我們 第一則新聞 根據彭博報導 暢失已經出售了英國倫敦甲級辦公室大樓 Five Borgate 買家是南韓國民年金工團 詳實集團表示 2018年6月用10億英鎊購入Five Borgate物業 而最近的成交價就是12.1億英鎊 在這三年半以來的總回報 包括所有租金收入物業的升值 和對沖利潤 計算起來是48億港幣 即是投資的回報率是45% 而長和和長實主席李澤巨 在業績記者會上表示 長江集團是跨國企業 DNA是全球公司 每天都面對不同的投資選擇 涉及不同地域和行業 對他來說 最重要的是考慮這個投資是否優質 以及會否得到回報 無論在香港、大陸、英國或其他全球地方都會考慮 全世界都是他們的本地市場 被問到為何接連出售英國的資產 是否反映了他們對英國脫歐後前幾無信心 李澤巨表示做生意一向是有賣有買 目前在英國有很多投資 他又透露現在是研究著一個比較大型的英國投資項目 李澤巨又說長禍和長實集團在全世界有大約30萬名員工 香港只是佔十幾個percent 去年4月英國開始防範防疫限制 長禍長實集團旗下的酒吧 Greeny King 業務逐步恢復正常 也趁市道低潮時在英國購入了四十幾間酒吧 另外早前有傳媒透露Voltafon正在考慮收購三英國 李澤巨就說不回應市場傳聞 而聯席董事總經理霍建明就說 電商業務既定策略是合併 又說如果對方有意合併可以賺多些 下一則新聞 兩名被伊朗關押多年的英國公民最近從莫自由 星期四凌晨乘坐英國政府的爆機 經亞萬短暫停留之後 反抵牛津棍一個空軍基地和家人團聚 英國首相的航信和愛相卓偉斯歡迎兩人莫釋 兩名莫釋的英國公民 其中一個人叫扎加利·拉特克利夫 是湯森路透基金的項目經理 2016年他去伊朗探親後 準備返回英國時在德克蘭機場被捕 同年被裁定顛覆伊朗政權罪成 判監5年 他前年莫特赦後被軟禁在父母家裡 另一名莫釋男子叫阿蘇里 擁有英國和伊朗雙重國籍 是一名退休工程師 他被指控為以色列做間諜 2019年被伊朗政府判監10年 英國政府又表示 還有一名擁有美國、英國、伊朗 三重國籍的男子塔克茲 根據協議也獲釋 根據伊朗半官方傳媒報導 首兩人是英國政府支付了一筆 長期拖欠的債務之後獲釋 英國政府曾與伊朗前巴列為王朝達成協議 出售1,700多架坦克車 但在1979年伊斯蘭革命之後 就從未交付 被指控拖欠接近4億英鎊 卓偉斯表示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 有關債務會用來購買人道物資 不過伊朗外長阿卜道拉希洋 就說協議與這兩個人獲釋是無關的 下一則新聞 英國政府在星期三 宣布網絡安全法案 Online safety bill修訂草案 要求Meta Facebook Google 和Twitter等等的網絡巨頭 對平台上的有害內容要付諸行動 否則企業高層可能會面對訴訟風險 甚至坐牢入獄 英國網絡安全法的目的 是要令科技公司 對自家平台上的非法內容負起責任 包含傳播恐怖主義、自殺、色情 和兒童性虐待等等 英國政府本來給企業兩年時間 來適應這個法律 但現在決定準備將時間大幅縮減到兩個月 這意味著企業可能比預期中 更早面臨懲處風險 英國數碼文化媒及體育部表示 作為主要監管機構的英國通訊管理局 是有權進入企業辦公室 搜查企業資料或設備 妨礙搜查者將構成刑事犯罪 另外 撕毀證據 未能出席與英國通訊管理局會談 或向英國通訊管理局提供虛假資訊等行為 都是屬於刑事罪行 而根據新法例 英國通訊管理局有權懲罰違反規則的公司 是罰款全球全年的收入10%罰款 按2021年的收入表現來看 Facebook公司Matter有機會如果被罰 面臨高達100億美元的巨額罰款 這個新法案在星期四 3月17日會送交英國議會進行審議 是有望在今年年底正式通過 下一則新聞 關注個人私隱的英國民間組織 Big Brother Watch 在上個月發表報告 發現近六成英國公營機構 都在使用中國的海刊威視 和大華科技的產品 遍佈英國校園、公營醫療機構 甚至警隊 中國監控設備製造商 海刊威視和大華科技 因為被只參與監控新疆維吾爾人 而被美國政府制裁 但這兩間公司的設備 就遍佈英國政府大樓、學校 甚至是公營醫療設施 負責監管英國監控設備的 英國生物識別及監控攝像機專員 桑普森 上個禮拜在一個演說中 以大篇幅提到新疆維吾爾族人受到的監控 又引述倫敦維吾爾法庭 去年年底公布的裁決 表示估計有超過100萬維吾爾人被關押 和遭受殘酷對待 他更特別提到 有一些維吾爾人 50個人被關押在只有22平方米的監房裡 被監控鏡頭時刻監視一舉一動 他公開呼籲 英國公營機構不要與參與設計、建造和經營 這些監控系統的公司合作 這次是首次有英國官員在公開場合 討論中國監控公司入侵 英國人日常生活所涉及的道德問題 關注個人私隱的英國民間組織 Big Brother Watch質疑 當全世界都背棄這些危險機構 但英國納稅人 就在不自覺的情況下資助這些機構 Big Brother Watch呼籲 英國政府禁止海康威視 和大華科技這些監控設備公司 繼續在英國銷售和營運 又譴責他們協助中國用高科技侵犯人權 Big Brother Watch也擔心這兩家中國公司的設備 會將信號、信息、圖像 傳回中國是危害英國公民的私隱 人權組織香港Watch 資深政策顧問Sam Goodman 對於英國今次有官員表態表示歡迎 但他強調目前英國政府不能忽視的現實是 海康威視和大華科技的設備 已經遍佈英國工營機構和私人企業 英國政府如果要對這些企業發出禁令 就必須同時制定出一個周長的計劃和方案 包括採購守則和資助地方政府更換監控設備 有報導說2019年以來 全英國有超過120萬個海康威視攝像鏡頭 去年7月英國國會外交事務委員會 發表長達37月的報告 建議英國政府應該將新疆棉花產品禁令 擴大到其它行業 禁止像海康威視這些公司 繼續在英國營運 另一方面雖然英國中央政府 目前沒有對這些中國監控設備公司發出禁令 但有些政府部門和地方政府都自己制定了政策 例如是全英國最多穆斯林居住的倫敦哈姆呂特塔區 區政府以人權問題為由 決定不會採購海康威視或其他中國企業的監控鏡頭 而英國國防部在去年也低調地制定指引 禁止使用或安裝海康威視設備 規模擺 Gleich動態 記者學生 音樂 電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